走 跟他谈的就是 现在美国刚刚讲在三则基地 在盐国基地 在江州基地 北 中 南 三个地方刚刚讲 都把战机做大幅的态坏 这个态坏花了美国一百亿美金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动作 而且当做这个大动作之后 刚刚讲的 中国感觉到压力三大 而且美国把钱花在哪里 表示他应对的那个人 才是他真正的重点 现在美国对俄乌战场来说话 似乎是他们两大家意见的不一样 但是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7月3号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三个地方 要加强这个武力的时候 让中国完全跳脚 第一个是在三则基地 三则基地在青森 虽然他看的位置是比较偏北的这个位置 他说原本这边有F36架 我要换成F35A 48架在这个地方 你说把F16改成F35A 对 没错 好 另外一个在盐国基地 盐国基地它在三口线这个地方 他说我们F35B的数量 我们要调整 也就可能会把它增加上来 另外第三个是在加首纳基地 我们从过去的F15A 换成最新的F15EX 载弹量更大 用这样的三把利刃 保险 三把利刃同时 插向中国的北方 中国的中方 中国的靠近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目的 他显然就是为了挑战中国而来 所以说今天三则基地 短部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份机场 三则基地你看起来好像是针对北汉 没有 它直接下去到哪里 它是舰直北京 这个F35我可以整个踢开大门 踢开大门以后 长驱直入北京就是我囊中之物 另外我们看到F35B 因为盐国基地这个地方 它有很多的海军设施 海军设施代表说 我在海军舰体上面 F35是可以随时起降 更恐怖的是 F15EX F15EX这个是什么 我再来量极大 它可以跟F35A搭配 也可以跟F35B搭配 它可以协同作战 好 那在此同时来说的话 你看美国的布局的缩赛 远一点的话 B52在关岛 它目前为止升级 它所谓的电站系统 所以B52的轰炸机的 这个能力更强了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除了F16V的 这个升级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不是有个消息吗 我们中科研 原发出了这个 第四代的CEL-20的这个火箭 说是第四代的 高能量的这个火药 装在我们的熊山上面 所以等于熊山未来的威力 可以增加40%左右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搭配这些利剑 如果一入未来台海开战的时候 保险你知道 F35是用来什么 踹开大门 用来攻击你的第一个阵营 第二个是什么 F15EX 还有这个紧接在后面的B52 从后面过去 再满了大量的炸弹 我可以直接攻击你 或是我用A射B岛的方式 用这样来轰炸你的中国的 这个边境的地带 而且你特别提到就是 我们的F16V 也就是我们F16VIPER 我们的腹蛇之盾 这个现在已经加紧赶工 而且刚刚讲到 他已经将他所有的装备 全力提升 他的电战系统 已经可以跟美军完全整合了 对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 美军除了加强自己的战备之外 也加强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一次呢 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三折基地 为什么三折基地呢 三折基地这边原本的 就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美军在这边的重要基地 他过去是F16 那这次换成是48架的F35A 那在F35A来说 本来他就是战斗力非常强嘛 第一个 他这个作战半径来说的话 可以到达快要2000公里 然后他可以装这个副油箱之后 可以到达3600公里 再来他这里面呢 有非常厉害的这个先进的传感器嘛 他可以负责踹开大门嘛 所以第一个时间 他进去这里面来说 当然他除了防范北京之外 也可以防范北边的俄罗斯嘛 所以说他把副油箱一挂以后 他可以直攻北京 对然后他进去之后来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传感器 还有非常大量的这个指挥平台 所以他变成是第一线攻击你 所以我才说美国这次呢 可以说是完全的 你看三折基地在这边 然后盐国基地在这边 两边这样两把利刃就直插你 北京的这个利刃 所以你看他这个等于是 针对北京一南一北 你如果真的是同时遭受到 三折基地的F35 还有盐国基地的F35出去 请问你 你挡得了吗 你根本完全挡不住嘛 那你根本不用讲 这是美军喔 日本本身还有F35 还有南海的F35 保险你知道 算起来的话 这边一共会有300架F35 你说到300架F35 都全部在你的大门口 这个对中国当然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你提到说 你现在不管F35 你现在不管未来的F15AEX 它都有一个功能 A射B岛 你就刚刚讲的 我可以透过我水面上的 这个所谓的神盾舰 我也可以用F35 作为一个空中指挥平台 那我这个空中指挥平台 我只要锁定目标 火箭飞弹不一定从我身上打 我可以指挥 我周边的战机直接射出飞弹 对 没错 他们现在有所谓的A射B岛 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我们从这个土 就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第一个进去的是谁 第一个进去的是F35进去 它已经进去到敌方 这边有防空火炮的这个地方 敌方的军机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看 它进去到这里面 敌方都没有发现 也就是说它是隐形的 但是它已经完全知道 你的讯息讯号了 好 所以后面来说的话 你看包括这个可能是F15EX 这个是B-52或是B-2的轰炸机 不管就是后面还有轰炸机 就前面的战斗轰炸机 先发射出第一批的炸弹 然后你发射出去 你看他们的飞机就转走了 就回去了 另外它的飞弹 还是可以精准命中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发给他们讯号 F15EX搞不好还没有进到战场 它在远距离之外 我就可以把飞弹射出去了 完全打光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另外一个 B-52或是这个轰炸机也是一样 在远方你看 射出去之后 你看它也是一个讯号 就回去了 直接回去了 所以未来的战场上面 我只要把F35放在前面 我后面可以狂轰烂炸 我可以飞机可以 这个战斗轰炸机 轰炸机去轰你 甚至船舷上的飞弹 一路打出去 所以它全部可以射后不力 对 甚至陆上的飞弹 全部都可以打出去 这样打出去之后 然后我F35在这边 做一个载炸 你看它可以直接给你下命令 它的位置在这里 它位置在这里 我标定对方的位置 那你看这个飞弹出来 是直接打到这边 这个飞弹出来 就直接打到这边 所以你从这个图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的布局 你看F35已经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的战斗轰炸机 这次是由F15EX 然后轰炸机B-52 现在在管导 提升战斗 提升电弹的战斗力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要跟F35能够互相联解 它是老的轰炸机 我要改善它的电站系统 所以美国这次花了100亿美金 差不多3200亿的台币 我不是随便乱花花的 这个花花刚刚讲到的 它是可以协同作战 可以踹开中国的大门 而且我后面的这个所谓的炸弹列车 是随之而到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美国是真的有用心 在看你要怎么做 我就来研发了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 为什么这次是三折基地 保健那三折基地来说的话 是美国跟日本共同使用的一个作战中心 它里面来说的话 有美国的这个所谓 第373的情报监视 还有侦察大队 另外它这里面还有所谓的天线雷达 非常多他们有密码站的这个中心 甚至这里面来说 还有这个未来的F35 也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甚至它还是 这个舰队巡逻 还有侦察部的这个指挥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一个基地 所以这次美国等于是 再把它的战斗力把它提升 然后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 美国收集情报 还有美国这个地方 可以跟美国总部连结 相关资讯的这个位置 没有想到三折基地这么重要 而且刚刚讲的日本的全球鹰 也放在这个地方 对 没错 它跟美国买的这个 全球鹰的无人机 也是在这个地方 在前一阵子才进行所谓的 编队的仪式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三折基地 我们过去可能都对它 比较陌生一点点 现在一样 变成是美国在前远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好 老婆 我们来看 对比这几张照片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现在把这个 加手扎基地的F15 变成了F15EX 它的威力会非常强大 这个大家看起来就是 这个是F16的战机 F16战机刚刚讲 这个是我的副邮箱 这个地方是我的鱼插飞 但这个是翔伟飞 这个AM120 然后刚刚讲 这个就挂满了 对 可是你来看看这个 是 F15EX 挂得更多了 对 没错 你看这个F16 然后F22 然后这个F35 以及是F18E这样 你看看他们挂的飞弹 F16 6枚 然后F22 8枚 然后F35也是8枚 然后F18A 大概是8枚 所以都大概是在10枚以下 可是你仔细来数这个 这里面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对不对 它至少可以挂超过20枚以上 我觉得我跟你讲 这就是 所以它就是 F15E叫 Bomber Truck 你看 炸弹卡车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个 战斗力当然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它是外号叫炸弹卡车 好 那为什么这样 宝杰你知道 事实上我们跟他讲 这个F15E呢 它的飞机的重量 是大概14吨 可是你知道 它可以载弹载到多少 载到11吨 也就是说 载的跟它飞机重量 差不多一模一样 那美国也是为了说 我这个F15E 我要尽量装这个 非常多的飞弹 所以美国有进行 非常多的测试 它原本测试一个 叫做打击牛仔的这个计划 这个打击牛仔的计划是什么呢 它帮它挂上这个 所谓AGM-158的这个飞弹 AGM-158是一个所谓 射程370公里到1000公里的 这个所谓的逆中的这个飞弹 而且它因为它很长 所以那美国为了把它装上去的时候 它们还设计一些新的这个 所谓写的编程 然后让它这个所谓挂弹的东西 可以往下延伸 然后把这个挂弹的这个机台 把它用不一样的设计之后 它就可以挂上去了 那不只是可以挂这个AGM-158的这个飞弹 它还可以挂所谓的 这个AGM-183A的超高艺术的飞弹 所以等于是说 美国的所有飞弹 它都可以挂 原本这个超高艺术的飞弹 只有在B-52轰炸机 因为它场有大概原本五公尺 没办法挂 现在它都能挂 所以等于是我刚才讲到 14吨的机身 它可以挂11吨的炸弹量 全部一次把它打出去之后 你就知道说 那个威力非常强大 那你看它所在的位置 在加首纳这个地方 其实距离台湾大概原模 是600多公里左右 你看假设解放军 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看我们第一个时间 它就可以快速的抵达 这边F-35出发 然后F-151从这边出来 打击这个所有的飞弹 你就知道这是美国设想的 可能台海发生战役的时候 它的作战的方针 我们再讲说 俄国战争值得台湾高度观世 是因为俄国战争用的武器 未来台湾跟中国用的武器 就这一套 现在中国你防范的 就是SAM-300 SAM-400 跟台湾 我就知道打开 挡住打开你的SAM-300 SAM-400 这个东西是毛雨顿的一个战争 而现在更精彩了 现在我们知道 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它的SAM-300 SAM-400 已经英雄无用之地 它根本就是废铁 所以他们把它最神秘的 SAM-500给弄出来了 就没有想到 它的SAM-500居然也挡不过 这个ATS EMS的这个攻击 照样被集会 你说现在中国人 一个讨压模特修了 SAM-300 SAM-400没有用 SAM-500没有用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次环太平洋军演 我不是刚刚讲的 陆军战术飞弹 ATS EMS把你炸掉 这一次环太平洋军演 我展示什么 标六飞弹已经变成 从舰载变成机载行了 如果标六出手 那所有的SAM-300 SAM-400 SAM-500 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SAM-500号称是全世界最强的盾 这一场矛与盾的对截 竟然在这一次的 俄乌战争当中 被轻易 由乌军的炮兵连 发射美军的 ATS EMS的战术飞弹 就把这个俄军的 SAM-500给击毁了 这让大家 这个 整个跌破眼镜 那你想想看 其他不管是俄罗斯 中国的最新的 防护的武器 你碰到其他美军 最先进的飞弹 你怎么办 没用了 那为什么会没用 你看 我们在讲说标6 神盾舰 大家都听过 神盾舰好厉害 神盾只是他的防护 跟他的雷达和侦测系统 他最重要的 一定要有拦截飞弹 你们知道那个神盾舰 那一个拦截的飞弹 是什么吗 他就是在神盾舰上面 装上标6飞弹 所以神盾舰厉害 是厉害在他的征收 没错 征收之外 就要靠标6飞弹去拦截 标6很厉害 标6飞弹以前都装在 海军的军舰上面 只有用船来发射 然后侦测到这个飞弹的时候呢 就靠这个神盾舰上面的 标6飞弹把它给击毁 没有想到 现在在环太平洋军演 被眼尖的记者 还有这个外界发现说 F-18大防风的战斗机 他的这个机翼 翅膀下面挂的竟然是 空射型的标6飞弹 他的上面虽然有一个型号 这个型号是写 MAIM腰拐4B 而且放大给大家看 这个蓝色 这蓝色像断带一样的这个系 表示他是一个训练用的弹药 训练弹 也就是他没有装上了这个 火箭跟爆破的这个装置 但是他有这个雷达 有sensor 有可以这个雷达导引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 他大抵的这个 整个飞弹的形式都出具了 而这个经过美军的解说 才知道说原来 他把那个标6飞弹 是用舰射式在神盾舰上发射的 他改成由战斗机来装 那战斗机来装的话 他的射程也更远 射程到多远呢 射程至少到240公里 因为标6飞弹在舰上面射程 就是240公里 如果是真的话 那确定美军将在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美军有第一款的这个 等于是长城的空射型飞弹 是凤凰飞弹 是AIM-54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 MAIM腰拐式逼 标6的空射型飞弹 确定以后要在美军的战斗机 上面装的话 他是第二种美军的空射型 长距离的这样一个空射型飞弹 比我们空军拿到了这个 AIM腰两栋120公里 105公里射程更长 对 你等于 因为现在有的资料是说 现在如果标6飞弹 变成了这个所谓的机载型 也就是说 他在航空机上面的话 他可以射到400公里之外 是 所以你等于在台湾 假设我如果台湾的F-6战斗机 拿到这种飞弹 不管在台北或台中或是台南 整个起飞的话 你直接在台湾上空 你的这个240到400公里射程的飞弹 你整个中国大陆对岸的福建射程的所有的军舰跟战斗机和机场 全部都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好 那另外就是东升新闻也去采访了环台北洋军演 我们也上了费之逻辑号 刚刚讲的 现在这个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战舰 这个神尊号重新打造 重新打造 你就看到 未来美国的电战系统有多么厉害了 对 环台北洋军演还有一个亮点 东升新闻他这个也有到现场实际去采访 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的舰岛的中间有一个那个我们台湾的海军的军舰上也有看得到的那个方阵快炮 火圆袭那个在中间 他的方阵快炮后面舰岛的后面呢 就是我们拉近的距离在看 他的后面右下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方形的东西 他那个就是MSN的这样的反舰飞弹 MSN的反舰飞弹就是像我们这样画面圆圈起来这个地方 这是反舰飞弹 对 原来这个是装鱼叉反舰 我们现在在海军也有这个鱼叉飞弹 然后也准备要这个那个陆机型的要这个反舰飞弹 那现在他直接要把他们的这个船装在了 这个是装在被支揭的话 为什么现在才悄悄的装上去 以前传出来说 他跟这个神盾舰的这个系统不相容 后来应该是美国开始 克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看澳洲的神盾舰 和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军舰 几乎都陆陆续续换装成这样的一个MSN 为什么要装MSN 他比鱼叉厉害吗 他比鱼叉厉害 射程就比鱼叉远 鱼叉了不起就是一百多公里 这个可以到两百多公里以上 多一倍 对 多一倍以上的话 而且他是更精准度高 而且他可以躲避敌方的雷达 他自己上面有一个这个热成像的 红外线的一个寻标器 他的sensor 他可以发现说雷达的讯号在侦测他的时候 他可以躲避 他可以做一个自我保护的装置 不让飞弹在发射出去之后 马上被人家雷达那个找到了 然后就要防护他 所以他会涂穿 然后变成想办法去击破这个敌人的目标 所以当这个费资截罗号 我们才知道说三年前 七年前2017年的时候 6月17号 撞到日本商船 菲律宾的商船 是在日本附近 日本的外海撞到菲律宾上 你看破了一个大洞 后来就拉回去美国的密西西比州 他们的一个这个英格尔斯的这个造船厂 大修一番 本来那时候预估要3.08亿美金 后来修一修最后是5.23亿美金 大概160亿台币 是很贵 但是没想到后来美国把它装上了 刚刚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MSN的这个反舰飞弹 当然令各国大开眼界 说原来如果你这个也可以装的话 本来它是要装在星座级的巡防舰 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LCS 它的近岸巡逻舰 那现在是不是代表 贝资截罗号装了之后呢 它也可以装到神盾舰 所以美军从海军的军舰 到空军的战斗机 你的战力都提升 老共当然会看在有点不爽吧 所以你看 他最近就利用他们的央视 释出了一批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也有英纪18 英纪12 英纪18 他们还故意把英纪18的 这个反舰飞弹给秀出来 英纪18当然它可以浅射 入射 空射 也只有多种发射的方式 那它故意让这个英纪18 秀出来之后 透过央视的画面 出水了之后 贴着这个海面这样飞行 让敌人不容易擦 发觉说它这个飞弹 在一开始初段发射的时候 是贴着海面次因素飞行 等到接近目标的时候 再突然加速到3到4马赫 3到4马赫已经跟 这个我刚刚讲的标6飞弹 3.5马赫的速度一样快了 所以再用这种方式 突然突击这个敌人的目标 有这么厉害吗 那这是他们讲的 号称是这样的性能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 秀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感觉上你就是要跟 环泰米昂将近30个国家 多国的联盟军队 军舰潜舰 还有这个战斗机军纪 互别苗头 但是真的就是拳头比拳头 而且你讲说 飞逝里觉得 除了刚刚讲的 这个飞弹系统改善之外 更可怕的是 它所有的电载系统都改变了 而这个电载系统改变 台湾也可以跟它联合作战了 这个电载系统改变 就在于说 七年前它或许没有在 跟台湾有像 Link 16这样一个巴射模式 包括我们台湾 现在F16不是要买 这个F16V吗 F16V的这个 F16CD Block 7 Block 70 Block 72 它上面现在要装这个 腹蛇之盾 台湾是五个国家 其中之一 包括什么保加利亚 这个摩洛哥 这些国家都是美国选的 说这个腹蛇之盾 大家会觉得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电战系统 我们的F16V是有腹蛇之盾 对 腹蛇之盾就让F16V 变成有毒蛇战机的称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的这个 电战系统 我们常听到空军讲 说要复挂 这个外挂式的 这个电战夹舱 通常是外挂在这个下面 后来呢 大家都觉得 外挂的电战夹舱 可能会跟他的系统 出现卡卡的 那干脆是内舰式的 内舰式 你看有这么多点 放在他的这个战斗机里面 他的反应更快 而且刚刚讲的 这些电战系统 他可以跟这个 我们的博胜案建置了 所有的这个LINK-16相容 那美军的废滋结罗 他就可以跟我们台湾 做一个这个战场的识别 我们可以跟他联合作战 当然可以联合啊 因为我们就可以识别目标 他是友军 发现了那个 没有我们的系统 而且我们一共同发现 他是离军 美军被之截罗的这个驱逐舰 像他们军罗 就同时可以跟我们台湾的什么 包括我们的横直锁 同时看到这个目标上 你是不是缩短了 战场的反应时间 同步看到就同步摧毁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 LINK-16加上我们F-16 本来就有了AESA雷达 还有刚刚讲的负舌之盾 加大你的电战能力 而且还可以干扰敌军的 这个电战系统 跟他的雷达去瘫痪他 这才能加速说 美国跟台湾 变成一种联合作战的形态 好 提问一看就讲了 我们在这个环台比方 军演是冲着中国而来的 而这个跟台湾至关重要 第一个就是费之截罗 你现在在这个演习中出现 那台湾也传言说 现在我们的生产的F-16V的 这个Viber 也就是我们的腹蛇 这个战机 现在的电战系统也要出来了 看起来两个不相关 跟你说它是同一件事情 第一个就讲 我把我这个电战系统 弄出来了以后 我的整个搜寻的这个 越来越清楚了 那我这个搜寻这个电战系统 我是可以跟费之截罗 花了一百多亿改善的电战系统 两个是相通的 对 你知道 这一次的RAMPAC 它其实重心 当然除了那个攻击 两栖作战舰之外 另外一个重心很清楚的 就是电战系统的整合 你知道29个国家之间 当然这一次来讲的话 只有40艘的水面舰参与 然后150架的这个战机 但重点是什么东西 就是彼此之间 那所谓的协调作战的概念 我举个例子好了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飙六飞弹 飙六飞弹为什么要由 F18来运载 他为什么不直接 由其他的战机来运载 因为F18它是没有逆中的 它事实上是要在 远距离的地方 来发射这个飙六 然后飙六出去之后 其实在制导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交给其他战机来处理 是交给在前面的F35 或者是刚刚我们提到 像F16 但F16没有 所以飙六有一个说法是 A导B射 也就是我是我发射 可是我由另外一个地方 来导引这个飞弹 是的 因为你可以由F18来导引 也可以由F35来导引 所以重点是说F35已经在前面了 而它你这个飞弹出来的时候 它可以用F35来做精准的制导 然后攻击它最主要的 因为中国在少尊 水面舰很多 所以用水面 来打击这些水面舰 所以其实更重点是哪里 就是那个系统整合的问题 今天央视放出来什么 英纪18那些东西 那个都是什么 那个都是小儿科的东西 因为它只会飞而已 那只是单兵坐在 人家是军团坐在 但是要飞到哪里去 飞到这个所谓的命中目标 而且人家说真的 人家现在做的事情 是在打击你的所谓的反舰飞弹 你现在中国你是要试出来 就是说怎么去应应这个反舰 这个才是合理的 结果你也打出了一个反舰飞弹出来 你不是说在比较说 所谓的反舰飞弹 你要比较说我怎么防范 这种标六的飞弹过来的时候 我怎么办 这才是它的重点 标六很厉害吗 演戏也错了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标六飞弹真的是很厉害 目的来讲的话 它就是说要来打击这个水面舰来讲 它以往来讲 可能陆对空的 但是空对舰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怎么应应 而且它是有不同的战机 在做系统整合 这个中国就学不来了 因为中国你要学到这个 美军的这样一个精髓 联合作战来讲的话 它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所以这一次的环太平洋 有可看处的地方 就是看他们怎么去做 空中整合作战 那当然有神盾舰 有这个空中的F-18 甚至F-22可能也会出现 还有F-35 这些战机来讲的话 他们怎么去做系统整合 这才是战场规划的重点 所以刚才讲的 这个对台湾来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如果现在俄罗斯 连SAM-500都都要战场 我都被你一个ATS-EM给打掉 ATS-EM对美国来讲 那不是最先进的 我连我的老二老三 或者老四老五 我都可以把你老大干掉 这个毛雨顿的战争 你还能打吗 是啊 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因为ATS-EM 它是本来的排名 如果我们以下来算的话 它还排PRS-EM还排在前面 然后现在标6 又可以排在前面 所以你等于是说 你是拿三级的来打 俄罗斯的一级的 那这时候一级的 都没办法防范了 那你前面这两个 又怎么防范 所以我们来说 中国你演戏 要演演水准一点 为什么要演演水准 就是你要拿出来的 是怎么去防范 这种反舰飞弹的入侵 而不是拿自己的反舰飞弹 去秀给大家看 而且更何况是一个画面的秀法 没办法在实地上来做操作 雨薛 刚刚结束的勇敢之战 2024 台湾没有什么报道 可以看中国大幅报道 而且中国大幅报道吓死了 他们说你看那个阵仗 一开始刚刚讲 它就是第五代战机 精锐进出 这样一个F-22 中国就已经没有办法抵挡了 它居然把灭国神器当打头阵 逼吐轰炸机带头阵的时候 旁边半飞的就是F-32 旁边半飞的就是F-22 宝德哥当然吓坏了 为什么因为中国官媒 用所谓的针对性极强来形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所谓的 针对性极强 勇敢之盾 所以演练的项目就是 当中国如果想要侵略 想要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们所做出来的反制作为 甚至他们根据所谓的反制项 画了三条 第一个就我官岛可以攻击你 第二个我从菲律宾可以打击你 第三个就更可怕了 他说我从日韩直接斩首你北京 所以你说这叫不叫针对性极强 而且不只是如此 被中国还没有讲 所以他有三个反击线 你胆敢翻台的话 第一个我讲的 我的官岛的飞机就直冲而来了 我的菲律宾可以做反击 我的日韩也可以反击 对但更可怕的是 你所使用的 你手上抓的隔细是什么 我跟各位报告 叫做三大灭国神器 在哪三大 第一大叫做B2轰炸机 以前B2轰炸机 他堪称地表唯一一款 巨型的隐形轰炸机 美国从来不会把它拍到外岛去 都是用在本土 但这一次勇敢之队 有没有看到 他站在 直接现行的 他是具有毁灭性 一台B2就可以毁灭一整个国家 这种威力 再第二个叫做F-22 你说F-22真的吗 当然 为什么 因为F-22加F-35 一个负责侦查远距离征收 一个负责踹门 一个负责打击 他等于全方面的跟你中国讲 我全部你的来伴者不管你是飞机 不管你是舰艇 我通通只要进到我的范围之内 我一一把你歼灭 但你说歼灭歼灭 这只是这个我们讲的巡演而已啊 只是在天空飞飞啊 没有美国来真的 为什么 他直接用P-RSM 也是我们讲的全新形态的这种精准导弹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用无人海马士机轴 直接把一台1.7万吨 我再讲一次 1.7万吨的两栖登陆线摧毁掉 摧毁 对 结果保德哥你知道后来他们发现不对 两栖喔 他用两栖的摧毁 后来他搞错了 一栖其实就已经够了 一栖就炸关了 两栖只是买个保险而已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在阿富汗塔上面 乌克兰大料使用的ATSM-S 把很多的 包括你的练油厂好了 你的战舰也好了 你的很多的经济设施 我就把你给炸掉 可是现在这个ATSM还只是第一代 现在用的 现在放在亚洲的PR-SM 是比ATSM还来得厉害 你就知道他的威力有多强了 因为PR-SM 它是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 我们讲的取代品 也就是他是第二代的升级版 所以万一之你仔细看看 美国整个所有的想定 我们把它全部串联起来 你就懂了 为什么 比如说他先派了一个叫做B1B轰炸机 那B1B轰炸机呢 他虽然没有像B2那么厉害 但他负责对的是谁 对舰艇 所以他的想定是 你中国有舰艇 你想要从宫古海峡 想要从巴士海峡出来 所以我们B1B先把你全速的舰艇都做轰炸殆尽 而在空中又有我们的什么 有我们的F22 有我们的F35 把你所有来贩者的空优 比如说你的歼10你的歼20 我全部打击掉 这时候保杰哥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什么 战场进空 那战场进空谁会出现 B2这个灭果神器就来了 也就是为什么我要F22来扮飞 我要F35来扮飞 F20 F35在空中的时候 我可以在空中等于说 我会马上举着空中制空拳 这个制空拳拿到了以后 刚才讲我可以长驱直入 长驱直入我们讲 他的所谓的征收能力非常强 他的打击能力非常强 也就是我可以把你SAM300 SAM400 你所有的防空武器 全部的机会 机会之后 这个时刻B2登场了 各位而且还是分三个层次打击 为什么 因为第一波攻击 第一波反击线就是关岛 换言之他有能耐 从关岛这边直接打到 第一岛链所有来犯的 我们讲的中国解放军 他说如果关岛这边有遗漏 我再进行双关门 什么叫双关门 上面是不是我们讲的 这个龚古海峡 龚古海峡 我用日本韩国直接关门 并且对你北京进行斩首行动 另外呢 我们的菲律宾 则是对于巴士海峡进行关门 换言之如果我关岛这边有遗漏的 我有第二道防防防防 第三道防防防 而等到B2轰炸机要入侵的时候 你以为B2他只能投弹吗 你错了 因为B2上面也配载一个叫做AGN158 我直接跟各位讲射程 你就会听懂了 1900公里 这么远 1900公里 或者是如果他在我们讲的 这个偏南部的地区 甚至在这个迪克贾西亚 他能不能直接打到中国本土 可以打到中国本土 所以四面八方 所有你的境内 都是我的轰炸范围之内 难道看到这次2024的 勇敢之队也寫 中国有一个官网 CCTV的官网叫今日亚洲 今日亚洲 我特别提到他说 这一次的勇敢之盾 是针对性气象 美军的勇敢之盾 登上他讲 这是大规模的 而且是美日编队 各种军种聚焦岛链 因为勇敢之盾 勇敢之盾 各位你能不能知道 盾这个字 盾这个字代表防守 也就是当你中国进盘的时候 我会全方面的 把你所有的来伴者 给完全歼灭 而这个B2轰炸机 为什么他堪称灭国神器 其实你仔细看他的配载 你就懂了 第一个他全场21米 你说21米是什么概念 我就跟你讲半个除酒厂 那你想想看半个除酒厂 这么大 可以放多少弹药 下死人队放6万磅的弹药 他可以放6万磅的弹药 那你再看 不只是这样子 而且他的飞行距离 非常的长 比如说呢 你看中间不加燃料 航程可以到多少 保护哥 下死1万1000公里 那不是就会飞越一个太平洋了吧 就全世界 他只要在加油 而且他可以空中补给 他随时可以飞达 你看 只要有补给的状况 一万八千公里 全世界任你飞 而且他的时速呢 高达我们将近快 一千公里 至少快 所以你以为他是一个巨兽 结果不是 来 我们再讲到他的弹药 你就知道更惊人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传统的这种核弹 他当然是可以丢 比如说B617 B6111 但B6111就特别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讲 这种重要的军事设施 都会藏在地下 藏在碉堡 包括美国在阿拉斯加 也做了很多这种碉堡 所以我要专地弹 对 他这个叫做专地核弹 还不是专地弹 是配载专地核弹 代表你就算躲在坚硬的打击地方 比如说他还有这个B831 所有的方方面面 任何的场景 任何的地形 他都有办法因应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还配载了 我们讲16枚这种JDAM 那JDAM 你说他有什么特别的 第一个他型号非常多种 比如说他有些型号 同样也可以专地 有些型号可以远距打击 有些型号可以对 我们讲地面的任何标的 而且最多也可以搭载80枚 所以当时伊拉克战争 就曾经藏过这个谷口 你看B2那时候 他放了多少 我吓死了 68吨 他放了68吨的炸药 甚至是583枚 所以当时我们讲的 整个南茨拉夫大使馆 就被5枚JDAM的精准代表 完全打击摧毁 他可怕再说 因为他藏在所谓的地下的五楼 他怀疑说这个美国的 非常重要的飞机元件 被藏在南茨拉夫的大使馆 他5枚飞弹都从同一个洞口 在下 他是这一栋大楼里面 同一个洞口 从里面1颗 2颗 3颗 4颗 5颗 一直把他炸到地下五楼 对 你知道他的精准度 以及他的破坏力代表 他就算你藏在哪里 天涯海角 就算地底 我都有办法精准的在同一个地方 连续投地打击 直到我要摧毁的目标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包括我们的B2 F22 他现在有一个全新的计划 B2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他可以在24小时内 飞遍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但你说F22 他的载油量就没这么多了吧 对不对 所以美国也想到了 推出一个全新的计划 叫做快速猛禽计划 什么叫快速猛禽 以前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F22要出洞 他是不是很娇贵 我都要从美国本土 但想白了 我从美国本土 如果飞到中国的话 拜托啊 那个油都没了 而且F22你要知道他有个特点哦 他是不是飞行很娇贵 我们是不是讲说 一个小时要花140万台币 所以他代表他的隐形突掉 所有的耗箭都会耗损 所以他们为了要避免这个状况 开始干嘛 我们化整为零 直接把它分散到 部署到我们讲太平洋的各个岛屿 但各个岛屿这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那我的基础设置不够怎么办 所以美国为了意义这个状况 早就已经大量的在太平洋 在菲律宾 部件可以提供F22足够的后勤 而且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模式 四架F22会配一个C妖怪 在配C妖怪干嘛 C妖怪就搭载他的运输人员 地心人员 他所需要的装备跟补给 与此同时呢 在地面上他们也广设了所有 大量的这种空军基地 而且保里哥最可怕在于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所以F22不管在哪里 F22到达的地方 C妖怪就来了 C妖怪来了以后 你的后勤补给需要的 这个备品 你需要的人员 以应俱全 我们先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绍说 滨海作战团很可怕 因为神出鬼没 你不知道海马是会 从哪里发出来 那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灭国神器 他有可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的F22 突然间 一个小时 就出现在你的领空 开始对你远距离千里之外拘杀 所以这才是真的 中国最恐怖的地方嘛 而且美国还展示了什么东西 除了我们讲的F22 这根C妖怪之外 最重要的 我们的大力神 可也没闲着啊 包括我们的C妖三洞 它可以干嘛 它可以远距离的 运补所有海军队战队 甚至我们飞行单位 所需要的燃料跟武器 所以换言之 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都是美国可以发动攻击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的勇敢之队 台湾好像没有注意到 中国真的是高度健庇吧 那中国高度健庇 大家看 你开始居然是五代战机 为这个所谓的主力 主力了以后 你的B2 F22 B2居然可以跟F3组 还有你的F22 居然可以跟妖怪 整个混边搭边 作为联合作战 这个在过去没有过的 而且这个对中国充满威胁 对 你知道 中国它现在要应付台湾 对付台湾的都是用什么 都是用万顿大驱 或者是所谓的两栖作战舰 或者是所谓的 它所谓的航空母舰 这些东西 也就是它所谓的 下水缴的方式 万舰齐发 万船齐发 但是你知道 其实美国要应付这些船舶 要怎么应付呢 这一次在勇敢之盾 或者是接下来的Rimpact 就是所谓的 环太平洋军演 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这一次勇敢之盾 它集成的是1.6万顿的 这样的一个 两栖登陆舰 然后接下来在Rimpact 要集成的是4万顿的 中国它现在所造的 三艘的这个075 基本上它是3.6万顿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4万顿可以炸掉 你3.6万顿 绝对是可以炸掉的 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针对新吉祥 不是只有勇敢之盾 接下来的环太平洋军演也是 对 然后勇敢之盾的1.6万顿 你再想想看 中国现在主力战舰是什么 就是052或者是055 055的话大概是1.1万顿 然后052来讲的话大概是7千顿 如果1.6万顿的话 用两颗的PRSM 直接可以炸掉的话 那中国所有的军舰 全部一颗两颗 全部都可以炸掉 所以你就算怎么万船齐发 万舰齐发 美国还是有办法去处理你的 那这一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次的数字 让大家非常惊讶 以前我们刚刚讲 你在环太平洋军演 或者勇敢之队军演的时候 你其实都有一个集成的演习 其实你已经刚刚讲 两边狂轰烂炸 怎么炸来炸去炸去 最后要看嘛 最后要靠MK80 也就是鱼雷 把你的龙骨打掉 你才可以沉没 可是这一次不是 这一次在远方用海马斯 设立一个PRSM 设立一个PRSM 只是一枚飞弹 就让这个战舰 1.6万的战舰 几乎要沉没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说 这一颗所谓的PRSM 发射出来 是按照所谓的自动化的海马斯 自动化 也就是AML 就是这样一个发射车 那这样发射车 是一个在远端距离 在控制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我海马斯在哪里出现 不见得是会有人在哪里出现 那你来讲的话 它可以自主性的去追踪 它是无人海马 它是无人海马 它可以去什么 输入相关的所谓的航机之后 而且你知道这一艘 这一次被集成了1.6万吨 它是在航行过程当中 它不是定点在那边 它不停在那里 它是航行过程当中 而且美军它做了一件事情 这是陆军有史以来 在美国境外所做的事情 用它的这个高空气球 飞上了5万英尺之后 从关岛飞到这个北马尼亚 群岛的上空之后 接下来 它再派出所谓的香草 Valina这样的无人机 当作他们的通讯载台 而且Valina 它可以不用空中加油 就可以在空中滞留8天 完全不用加油 然后这一次的演习当中 他们说是根据 在第27个小时的时候 他们建构了整体的 所有的通讯网络之后 在由地面上的这个 无人载具的这样的海马斯 直接就是对什么 对这个船舰来进行这样攻击 对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不用靠人 它全部都是靠无人机 无人载具 无人海马斯等等之类的 来所有的运作 那不就地域景象了吗 对更加麻烦 更加这个让中国 如果皮皮刷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一艘 这个马丽娜的无人机来讲的话 它还经历过所谓的暴风 也就是说它在所谓的台风 暴风的过程当中 没有被断掉任何的通讯 也没有任何的被 这个所谓的气候因素所影响 它还是可以正常的运作 这就是所谓 他们真正的扎扎实实在做演练 我怎么把这些所谓的万顿大驱 把它干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庭文你在看到的 这次勇敢之尊 你最惊讶的 还不是B2轰炸机来了 F22来了 F35来了 它可以混边 它可以做联合作战 你觉得最恐怖的是 以前需要鱼雷 或者需要狂轰滥炸的这个战戒 才可能沉没 现在居然一枚就可以砸掉 一枚砸掉就代表 我可能透过AI的系统 我对这一招战戒 所有的状况 我都已经辽弱之上 就像天王星的 这个所谓的战戒一样 针对莫斯科 你哪里最脆弱 你哪里有问题 我哪里可以一击必咒 我现在根本就把乌克兰战场 所有的经验 整个移转过来了 移转到印太地区 印太亚太地区 而且你知道 就算中国你有多少船 比如说300多艘 400多艘 我基本上只要300多颗 400多颗的PRSM 就可以把你击毁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美国 他真的就是面对中国而来的 他在看中国 你怎么去应付这个东西的时候 美国他已经开始出招了 什么什么招 除了空中编队 这个联合作战之外 在地面上 在海面上 完完全全的 都是针对中国目前的 重点经营的一个对象而来 然后我摧毁你 看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是 有任何能力来应对我的话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现在中国我看到 都是皮皮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没有能力 可以渡海作战 好所以近平 刚才讲的是 这次刚才讲的 美军在这次 甚至最近接连的 很多的演习里面 我才发现 他有三条的反击线 三条反击线 我可以从菲律宾 我可以从日韩 我可以从关岛 直取中国新造 这三条反击线很重要的 就是以关岛为核心基地 从关岛第一条反击线 所以你看到 6月7号到6月18号 他的勇敢之盾 两年一次举行 B2轰炸机 刚刚宇仙讲的 这架轰炸机 他特别从美国本土 飞来关岛 这是五年来第一次 第一次 上一次飞行降落在关岛 安德森空军基地 已经是2019年 那这一次 飞来两架 从美国本土的 怀特曼空军基地 飞到关岛 进行这样的一个 联合军演 那这一次的 这个联合军演 除了美国自己之外 他的海军陆战队 空军 海军 你可以想到的军种 都投入 日本也有跟美国 一起做军演 澳洲也有部分的兵力 跟美国参与 这样的一个军演 所以呢 这一次第一条线 就是从关岛开始 他就是冲着 台湾东部 西太平洋 让老共知道说 他掌控了 整个海空优势啊 你要怎么跟他拼 你要如果要 从其他方向突围的话 你想得到 中国会从北边嘛 也会从南边嘛 那我就先讲南边好了 南边 那他勇敢之论 刚结束之后呢 第二条线 就在这边 帮你堵住 所以他现在 接下来有一个 航空支援活动演习 这个是美国跟菲律宾军邦啊 也是年度例行的固定演习 那这一次呢 美飞军演 美飞军演 他在这个美飞的肩并肩之后 肩并肩是属于海军陆战队 那种登陆 抢滩夺岛 你想的不一样 航空支援顾名思义 他就是海军跟空军的 一个航空支援的 这样一个演习 所以美军现在在菲律宾 设了好几个基地 而菲律宾 他把他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他的航军 海军跟他的这个海军航空兵 加上美国的这个海军 一起在这边 你要想想看 当战事开打了之后 中国解放军 他会想要突破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那解放军一定有他的这个 殲16 殲20 殲11 还有他的这个航母舰队 一定要从这边进出 那你就要封锁巴士海峡 所以美飞的这一个 第二条线 航空支援演习 就是让老共知道说 我连巴士海峡这个出口 都把你堵住了 那你出不来 那第三个 那我从东海可以吧 因为他们在想说 北方战区 北部战区 有他的辽宁舰的舰队 南部战区 有三东号的航母舰队 我封住了你这边 南部战区之后 那北部战区 辽宁号航母舰队 跟这边怎么办 那当然 美国跟日本韩国 就在这边把你封起来 你要知道 俄乌战事开打 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有一个 自由之热的演习 对 美日韩三丰军业 本来雷根号跟罗斯福号航母 都在南海 跟这个西太平洋这边演习 后来雷根号他结束了之后 往北航行 罗斯福号就来到了这个韩国这边 来到朝鲜半岛 在俄乌战事开打之后 俄罗斯在西太平洋 能够威胁美军的这个力量有限 所以这一次美日韩 很重要一点 就是冲着朝鲜半岛跟北韩 直接跟北京 跟北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讲的 美军比较担心的就是东风26导弹 东风26导弹有 官岛快递支撑 直接打官岛 这是中国大陆媒体给他们的这个称号 但你直接打官岛 没关系啊 我这边已经有爱国者飞弹 那我还有其他的这个 萨德反导系统 以及 他这个神盾舰上的飙3跟飙6 这些防空飞弹呢 其实也都有可以针对你这个 东风26导弹 那另外呢 他们就是担心 东风21跟东风17 那东风21跟东风17呢 我就不要靠近你 那你在你第一岛链 没有办法接近的这个地方呢 我让爱国者 然后让这个 还有航空母舰上面的F35 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战斗机 去对付他 足以在这一条 变成一条整个防线 让你东风26 没有办法威胁 所以从官岛 天陵岛跟帛琉 就形成了对北京的全面 三条线的板击压制 好 国民 刚刚讲到的 这支勇敢之队 引发了中国高度的戒备 看起来也是高度的一个恐惧 高度恐惧 那一开场 那个所谓的五代战机 以前很少这么多的五代战机 同时出现吗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今天根本就展现了一个 我的快速集成战舰的能力了 当然其实我们看他所谓五代战机 其实不要小看 这五代战机 基本上美国空军是干嘛 都是打群架 打群架 打群架 我们之前不是讲说 你上面有预警机 拉加油机支援 现在没有 现在不只是空中预警机 加油机 现在什么 F-22有了 F-35有了 然后V-2 V-1V-2从哪边 从美国本土过来 其实要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刚才有讨论 这些轰大机平常在哪里 当然是进驻在美国本土 但是他可以在一天之内做什么 遭发细致 就到了关岛 关岛之后做什么 起飞之后呢 开始丢 上述了长城反击飞弹 你要AGM-158 AGM-154 然后陆地上还有PISM 那陆地上有 空中上有 其实你比较小看 美国军舰上也有飞弹 所以其实你去想想看这个画面说 万一啊 万一战死的时候 你军舰要过来 中国军舰要过来 这个陆地上有PISM 然后V-1从美国本土来丢炸弹 然后美国海军也有 空军也有 然后他还有卫星的资源 所以其实你想想看说 你看说在二物战争中 莫斯科号的一举一动 都被看光光 那中国军舰要过来 不是说欢迎 说你可以过来 但是我都看得到 然后我准备了这么多家伙 在等着你 你还要过来吗 因为我们当时看到了 两枚的天王星的飞弹 海王星的飞弹 两枚海王星的飞弹 居然把一个莫斯科号给集成了 莫斯科号是整个黑海舰队的旗舰 最强的部分 两枚就代表 我已经透过 我已经透过整个预算 我已经知道你最薄弱的地方 而且我可以在远处的地方 这两枚是不同地方发射 两枚不同的地方发射 都打到了 这个所谓的莫斯科号的要害 现在这个东西也会在台湾这里发生了吗 应该说美国是用海王星飞弹 集成莫斯科号的例子 演给中国看 那其实我们不要小看 这个海王星飞弹 海王星飞弹虽然是次因素 但是美国有更 第一个它没有被因素的飞弹 什么意思呢 它有比海王星更强的飞弹 然后它的攻击轴线 不是只有从东边来 你要考虑说潜伏在底下的潜见 它可以从西边过来 所以其实不只是从关岛东边过来 不是 它也可以从南边上来 然后再搭配 再搭配什么 日本的战力 日本也有反舰飞弹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想一下 这个多管旗下 然后透过这个勇管支援做什么 直接演给你看说 你要来看的话 你要来洗的话 我先集成一万多吨的金箭给你看 然后环太平洋也要集成塔拉瓦吉 4万吨的 其实塔拉瓦吉你把它改装一下 其实它可以起降F35战机 其实美国感慨 我就演给你看 你4万吨 你三冬号老眼镜 6万吨 7万吨 没关系 我再多几枚 飞弹就够了 所以其实美国它ThinkSight 还有它的用意 另外这两天 我们看到我们的中科医院 也在我们的左营的外海 开始测试水雷 当然我们台湾的水雷的能力 技术下要往上提升 可是你刚才讲 现在的水雷已经高科技化了 现在水雷可以长期的浮在海底 而且它可以精准的判断 到底是敌我的所谓的战舰 如果对方的战舰来的话 它会自动扶上来 然后摧毁对方 其实水雷本身就很恐怖 我们想想看说 反舰的飞弹 我们都斤斤计计较 你到底是弹头75公斤 150公斤还是250公斤等等 那一枚反舰飞弹 就可以造成这么大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高雄 释放水雷的画面 你看水雷因为它有浮力 所以其实它的重要量 就比飞弹的弹头来得大 光是水雷它的威力 就比飞弹来得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 其实水雷炸了什么 炸的是船舰的一些水下 所以其实你看说水面舰 不是说你看说 它的龙骨被炸翻之后 它就成了 那水雷就是专门你炸水面下的 水线下的 不大龙骨 它本身的威力就很大 重要让它比飞弹大 第一个它爆炸的地方在水线下 所以它对军舰伤害很大 它本身就是一个 不对称作战的力气 那之前我们都知道 你水雷可以放在 飘在海面上 飘雷 沉在底下 沉雷 细流雷 那其实你知道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它没会反制 那现在水雷多聪明 我们现在要做smart mind 多聪明你知道吗 现在的水雷 它有比如说音响 你碰过去之后 听到声音碰胀 你经过去之后 磁性改变它碰胀 甚至它还可以算你的声纹 这个都算是聪明的水雷 但是现在的水雷更可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讲一个概念说 现在水雷 它可以释放到任务区域 任务区域做什么 它用技术的 就是说你算定这个行动 经过一百次之后 它才会上幅爆炸 当然你经过一百次之后 我们手军要赶快去更改参数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现在化的水雷是做什么 就是把它沉底在底下之后 而且它有类似一个胶囊 让这个水雷沉下去 但是碰到敌溅之后 它就可以上不上来 然后这些水雷 还有部分的游走能力 这叫自走式水雷 所以其实它算是说不像鱼类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小型的鱼类 就碰到敌溅之后 它可以自动判别之后 自动游过去 那游过去之后 一枚不够两枚 两枚不够三枚 其实这个是呢 对抗中国军舰的很老的力气 好 我看 另外就要讲到的 这次在勇敢之断军演里面 大家非常亮眼的就是 两枚有人讲 都只有一枚PRSM的飞弹 而且是在千里之外 竟然打中了1.6万吨 就直接把它给集成了 我们讲PRSM就是 它是ATSM的升级版 那现在ATSM已经在哪里 已经在俄罗斯跟俄罗斯 乌俄战争上面 已经见过 他现在更不行的 把雷达战打掉 把这个雷达战打掉之后 刚刚讲 现在已经雷达战 把你眼睛耳朵打掉之后 已经攻击了五艘战舰了 老师哥 你在看这个乌俄战争的过程当中 有几个点 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说 美国的介入越来越深 来 我给你看一下 因为这是美国的ATSM的飞弹 它打到哪里 俄罗斯其实是克里米亚 所以它在海边 它打过来以后 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给拦截了以后 以下这个画面 因为等一下 我请导播给大家听那个声音 因为这个是剑刺器画面 你看到有没有 整个海面上 刚刚没有 全部 它的碎片掉下来 因为被它的防空系统给拦截了 这是美国的武器 被俄罗斯打到 可是这个被乌克兰打 水面上怎么就像面状一样 一个等于说面状的整个爆炸 对 因为这个美国的武器 所以乌克兰打向俄罗斯 俄罗斯把它拦截以后 把这个你要知道 我现在看起来的画面 就是一个 在海滩的一个监视器画面 有五个人死亡 就光是这个爆炸 就有五个人死亡 它把飞弹拦截下来 它整个掉下来 所以整个海面上全部都是 那等一下 我给你看另外一个角度 那个角度是从这个 它的旁边的餐厅里面 就听到那个声音 像是在放边炮一下 就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听到 你听到声音 放边炮一下 因为它空中拦截住了以后 然后大家本来在吃饭 就听到声音以后 全部握握倒 因为突然会出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 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 打俄罗斯 那你打俄罗斯以后 现在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因为本来都是俄罗斯 打俄罗斯 其实它被拦截成功了 它掉下来还是造成了5个人死亡 而且保洁哥 它是在海面上 如果它今天是掉在一个市场 或市集或是住宅区的时候 那可能是500个人死亡 对不对 我讲这个奇数弹 已经讲很久了 可是你没看到 这个奇数弹的威力这么大 所以当这个美国的武器 已经被乌克兰拿来使用的时候 俄罗斯现在目前面对的 跟以往他一开始 普丁他认为说 可以在可能一个月以内 或几周以内结束战争 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刚保洁哥讲的那个 数位的中细战的通讯系统 以往在刚开战的前面一年半 乌克兰完全没有办法反制 也没有办法打到 这个俄罗斯的境内 可是现在从刚刚的海滩 所使用的美国的武器 还有相关的这些设备 都已经因为大量的进入之后 俄罗斯感觉到被乌克兰给反击 而且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